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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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目前团体战日加码活动内容期都差不多 就是会送5张的团体战入场券 就是近距离的 玩家打完一场之后再转补给站 就能够再获得一张 然而这一次还有远距离的次数上限是提升的 那我们这边看到的是3月17号跟3月18号 2天都有 所以总计你能够打40张的远距离入场券 这玩家能够在活动开始之前以及结束之后 用爆宝贝APP参加国外的远距离对战 相对的你可以浓到非常多的糖果 以及看能不能够多抓几只色尾 那在活动期间内我们六星的团体战头目原始盖尾卡 将会高几率的出没 原本活动相关的团体战头目将会变得比较少 而且我们如果打赢这个原始盖尾卡之后 在捕捉的情况下盖尾卡溢射的几率也会比起以前来的高 那我们这边又有附上IV100%的CP 在没有天气加成的情况下是2351 天气加成则是2939 运气好的话将能够遇到100%的进行捕捉 那当然的团体战日就是官方赚钱的好时间 这边同样有5美元活动专属入场券 那你购买的时候 加码的时间将会从3月17号礼拜日的下午2点到晚上10点期间 等于是说就算台湾时间5点盖尾卡已经结束了 你也可以打其他的团体战头目 获得里面的加码奖励 那这次的内容跟之前的团体战日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我们道馆能够额外获得的入场券有8张 加上目前的加码奖励总共是8加5加2 所以是15张是每日的上限 然后当一打完团体战头目的时候 获得的彩糖菜楼几率也会提升 那如果你想要获得更多经验值以及星辰的话 这边有经验值1.5倍跟星辰加倍的奖励 那也要注意专属入场券的贩售时间 直到礼拜日的下午5点而已哦 好那这里就是团体战日比较基本的几个内容 接下来我们将带大家来看一下原始盖奥卡在目前Pokemon GO的状况 那目前我们手上的盖奥卡要变成原始回归后的原始盖奥卡的话 要收集400个占蓝色宝珠 它的设定在游戏里面跟我们的超级能量是相同 只要达到原始盖奥卡的团体战 在团体战领取奖励的时候 就能够根据你达到的时间获得不一样的数量 当然的打得越快获得越多 从这边来看一下目前盖奥卡在Pokemon GO的数据 50等CP达到4652算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值 而本身的攻击力不错坦度也不错 这数据丢落我们之前看的评分表的话 可以发现到它的攻击力达到A加坦度的话则是A- 数据上可以说已经不差了 但是原始回归之后更夸张啦 攻击力提升到353 防御力则提升到268 耐力维持相同 拿来评分的话攻击力超过超梦53点 相对的这边的攻击力算是S++ 坦度的话则是A加 那这边我们有补充一点就是玩家如果想要拿盖奥卡 拿来打超级联盟的话 目前就有爱影版本的 你才有办法把CP压到1500以下 不过在排名上来说并不是特别理想就是了 那这边我们也比较一下三大联盟 首先的话是超级联盟部分 因为爱影的盖奥卡才能够使用 所以这边我们已经把爱影的攻击力提升 防御力下降的数据给带进来 可以发现到的是我们比较里面 甚至连甲赫冷卧的攻击力都会输给他 但是弹度的话相对是比较弱的 不过中二体质比起甲赫冷卧高了一点点 那总结来说就是玻璃炮角色啦 要跟水系坦克玛丽瑞相比 可以看到坦度差了2.6倍啊 非常的夸张啊 那来到高阶魔的话 我们这边就不拿爱影的来比了 拿普通的盖奥卡来比较的话 他这边攻击力是略输给甲赫冷卧 那坦度的话21.2 比起我们目前水系比较强的卡普奇奇 差了大概8点左右 虽然不是特别远的距离 但是论坦度来说 以及他的招式万用性 当然其他三式角色绝对都比较好用啦 但是如果你要拿盖奥卡去超级跟高阶魔打 不公平的程度还是太高 毕竟他的满等CP 达到4652 所以后大阶魔是最适合他的 这边我们跟许多水系比较强的角色相比的话 可以发现到盖奥卡 虽然攻击力不是最高的 但是坦度 是我们比较四折里面最高的 达到37.6 终于体质8998点 也算是里面最强的 如果只单看体质 确实盖奥卡能够成为水系的霸主 不过我们在前面有讲到原始盖奥卡的部分 所以这边我们把原始回归起来之后 顺便带入几支CP达到4900以上的超级进化角色 我们这边列出来的是超级巨爪怪 跟超级暴力龙 不过只能说大人打小孩啦 毕竟原始回归的盖奥卡CP达到6672 跟前面两支相比都差了1000块2000的数据 当然了这边不论是攻击力 弹度或者是综合值 可以说都是完全的碾压啊 这个体质实力到底强到什么程度 我们这边比较一个比较夸张的对位 就是我们的原始盖奥卡面对到起源形态的蒂雅鲁卡 只要不是双方没盾的情况下吃到死光咆哮的话 在双方开一盾或两盾的时候 我们的原始盖奥卡都能够用盘谱 直接把起源形态的蒂雅卡给点下去 而且在一盾的时候双方吃招式也不至于倒下 你就可以发现到原始盖奥卡原本水系打龙被减伤的一个状况 靠体质是能够扭转的 只要对手不是超级烈空座 或者是水龙炮起来那样双抗水系招式的角色 几乎是拿它没有太多办法的 接着我们了解到不论是盖奥卡或者是原始盖奥卡 它们在体质上来说都非常的棒 然而在属性对抗上来说 它本身水属性的宝可梦弱点的话就有两个 电跟草系 抗性则有四个冰、钢、火以及水系 也算是弱点少抗性多啦 不过比起属性上的优劣势之外 但也认为它最大的缺点可能就在于招式的属性 因为它非常仰赖小招的攀布这个高伤害的招式 如果对手刚好遇到水系、草系以及容器的时候 相对的让它的高伤害力比较没办法发挥出来 所以我们时常在大西盟队位上看到盖奥卡比较尴尬的处境 而且攀布也算是一个蓄能偏慢的招式 如果你要仰赖第二招的暴风雪拿来打草系 说实在是不太科学啦 所以如果能够在队友里想办法处理掉水系打不中的角色的话 对盖奥卡来说是比较好的搭配 那目前的标配招式的话小招就有攀布可以选择 大招的话因为我们的小招蓄能偏弱 所以冲浪算是标配 至于第二招的话 则是在打雷 根源波动以及暴风雪进行选择 然而多数情况我们会看到我们的玩家并没有带暴风雪或打雷 反而选择根源波动主要原因在于因为属修的关系 我们这边看到根源波动的DP打到2.6非常的夸张 就算对手有抗性也不见得会输给暴风雪跟打雷的一个平伤打击 相对的根源波动的万用性上来说更好 只是目前的奇人形态炮物器实在太多了 你用根源波动跟冲浪反而在招式上完全没有办法喊动它 导致目前的盖奥卡根源波动的配置比较少一些 然后在原作中目前盖奥卡并没有比较好用的小招 所以这边只列出大招的部分 那里面你比较期待的可能是泰山亚点 原始之力 水流尾 冰洞之风 雪崩 或者是地震 而盖奥卡在大前梦比较怕龙系这一点 希望未来能够获得冰洞之风降对手攻击力或者雪崩一发打击 这样招获得都能够让她在未来对抗龙系会更加好用一些 至于在PVE的话盖奥卡是纯水系的宝可梦 伤害量来看的话只有输给未来会登场的小智人蛙 但是小智人蛙在坦度上来说其实跟原始盖奥卡相距非常甚远 而且伤害量的部分也只是小数点的饮一点点而已 所以原始盖奥卡确实是目前水系PVE的伤害量霸主 至于玩家如果不原始回归的话普通的盖奥卡则是排名在第五 也是没有系统加持下的水系霸主也是值得锻炼 那么来追下总结吧 就原始盖奥卡的数据来看的话这边评价绝对是给到S加的 不论是PVE或者PVP她的使用性都非常的好 就算你能够拿出龙系去打她她也能够靠体质直接碾过你 是我们在影片中有看到碾过起源形态帝奥卡的一个状况 能够在未来可能会再次开放着超级进化杯压制她的角色 只能说趋之可数啊 借此你在之前的原始违规团体战中并没有抓到100%或者是能量以及糖果没有浓满的话 当然你也非常建议你这一次的团体战日绝对不能错过 以上的话就是当你对这次原始盖奥卡回归的一个团体战日的看法 提供给玩家们当作参考 那么我们就下部影片见